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春种时节,我们怎样免费的雇用一些园丁 来帮助你,使你家的后院里种的蔬菜和水果高产 在我们家的我是长工 那么虽然院子不大,但是活还不少 特别是我很想让我种的东西 比如说水果,蔬菜,能够高产 那么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一些问题 为什么我的这个开了很多的花 然后不结果,或者我的蔬菜就长不好 就没有,就开了花不少,然后结的就很少 这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缺少足够的园丁来帮助你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那就是你让你的后院里来很多的园丁 这些园丁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B.E.E.蜜蜂 我们辛勤的园丁蜜蜂 蜜蜂可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我们种的蔬菜,你看这个西红柿它已经开花了 如果你还种一些什么菜花呀,白菜呀,等等等等 这些蔬菜呢,它们都需要由这个蜜蜂来进行受费 那么可能有朋友问说 那我们可以用蜂啊,或者是用手工一些办法来进行受费 实际上如果在像现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蜂的情况下 或者是你院子非常高,没有蜂 那么它的这个受费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低 那谁来帮助它受费呢,那就是蜜蜂 蜜蜂呢,它可以把这个花粉呢 同类的花粉呢,进行受费 相互之间进行受费 那么如果说是你还有 特别是一些水果树 我们比如说你家里有苹果啊,橘子呀 还有这个apricot,就是杏子,或者是桃子 或者是,就是所有开花的这些树 那么如果你指望着 only这个蜂可以帮助你来受费的话 如果要是这个季节蜂不大的话 你这些受费的可能性就非常的低 那么如果说是蜜蜂来得多了以后 然后它们就帮助你受费 要比你这个自然的蜂受费要有效的多 比如说我们avocado 这些avocado它开了很多的花 那么A型呢 那么实际上一种树呢 你如果要只摘一棵树呢 那么一棵树它有就是两天呢 比如说第一天早晨 它释放它是个母花 来吸收这个花粉 第二天下午呢 它是这个受费 就是放出花粉 那么一棵树呢 它就没办法实行这些这个受费 那么当然你要是增加两棵不同的树 比如说A型和B型树 那么B型树呢 它就相对的相挫起来 这个时间 就是说第一天的下午 它是粗粉 第二天呢 是受费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种variety 就是通过它们不同种类的这些花呢 做树呢 然后它的花粉呢 就会不一样 就是有粗粉的 有受费 有受费的 这样的话就会增加它的这个受费的可能性和作果率 那么问题是 我们它这个光靠风 这是不行的 就是说 因为你即使你有两棵树靠在一起 光靠风 风刮了这些受费的空气当中 就很 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就是 就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我们只有经过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蜜蜂 它可以帮助你进行这些来回交错的这次受费 所以说呢 这个蜜蜂对这个受费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这个蜜蜂呢 它是分成两类 一类蜜蜂呢 它是一种honey bee 就是产生蜂蜜的这种蜜 那么大部分这种honey bee呢 都是就是home make 就是就是都是farm的 也就是说都是农场 他们自己这个为了增加这个产量 或者是蜜蜂蜂蜂呢 他们为了这个产生蜂蜜 所以养殖的这些蜂蜜蜂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wild wild的就是野生的 那么野生的呢 往往是很多的 野生呢 就是说它不是这种farm raise的 但是呢 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说 因为他们所唯一的食物来源 就是野花 就是这些东西 那么所以说呢 它会非常努力的工作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这两种蜜蜂 就是就是因为 因为你farm raise的 这种farm的这种蜜蜂呢 它们有蜜可以吃 有糖的东西可以吃 所以说它比较懒 就懒懒一些 但是呢 这个野生的呢 所以说这个 因为它形成了一种 就是只有靠它自己的努力 它才能不饿肚子 所以说呢 这个野生的这个蜜蜂呢 所以对你的花粉的受粉呢 就是更有效 就是干活干得更好 还有一种蜜蜂呢 是这种黑的 比较大的 那种黑的蜜蜂 那我以前以为 这种黑的蜜蜂呢 它是好像像是一种 像一种害虫一样 它来吃我们的这些花 然后让我们这些花呢 都凋谢了 或者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不是 它也是一种野蜜蜂 说起这个蜜蜂啊 它非常的神奇 当然了 它因为它有鼻子 它可以闻到这个香味 所以你后院的 一定要有很多的花的话 它可以闻到这些香味 然后它可以到你 就可以捕捉到这个花 到花的那个地方去 它还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它有耳朵 也就是说 它们之间的互相 有一种蜜蜜蜂之间的 互相有一种 这种communication skill 就是说你可以听见蜜蜂呢 它会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但这嗡嗡的声音呢 实际上它产生的这个频率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 它可以告诉同伴 或者是什么东西 通过这种嗡嗡的声音 来进行交流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蜜蜂呢 它还有一种 就是说有耳 可以听 有听觉 令人神奇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可以recognize 就是可以认人 知道吧 认 recognize你的face 比如说那个 就是说科学家们 对它对蜜蜂啊 进行研究 他们发现这个蜜蜂啊 如果你去喂这个 哪个人去喂 就是说养蜂的人呢 他哪个人 他去喂这个糖分 给这个蜜蜂 然后蜜蜂就过来 过来去吃了 然后他就记住了 他就recognize你的脸 然后你到 如果你一出现 他们就过来了 那别人出现 他不过来 然后你一出现 他就过来了 这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蜜蜂啊 他可以recognize你的 这个face 就是可以认人 知道吧 这一点很了不起 那所以他有这个recognize 所以说他可以看到 不同的花 是不一样的 不同种类的花 来帮助你进行受肥 更重更神奇的是 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他可以有记忆 为什么呢 这个蜜蜂呢 比如说你 你这个后院 你要种了一些花 很多花以后呢 然后他会 很远的地方 他会知道 这个时刻 然后你家里就有花 然后他就过来了 所以说不用你去 这个 不用你去召他们过来 然后他们自己 就会飞来了 就是这些 用什么 他们有记忆 就是这个时刻 你家里有花 然后他就过来了 所以说呢 我们根据这样的 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 我们不要改变 他的这种 形成的这种记忆 比如说你家后院 你要有很多的花 这个时候 有很多花 你突然把花 给去掉 拿走了 或者是把花 产生花的这些树呢 给砍掉了 那么你的蜜蜂 它来了以后 就bad memory 就是记忆 它说 哦 这一次我上当了 以后他就不来了 所以说呢 他的记忆 可以记得你good stuff 也可以记得你bad stuff 就是好事坏事 他都记住了 正是由于这种 他有复杂的这种 听觉和记忆 还有这个recognize 这些能力 这些就是可以记忆 这些各种各样的能力 所以产生了一个 就是说 蜜蜂呢 它还有逻辑思维 为什么说是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家里 这个旁边有两棵 这个 这个橘棵的树 然后他会受粉的时候 他会来回你橘棵的树 来回导登 导登完以后 他不去导登 你的这个 如果是avocado树呢 他就和avocado之间 进行受粉 来回之间 而不是说 把橘子树的花 和avocado的花 来不同种类的花呢 他进行受粉 他不是 他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有复杂的 这种逻辑思维 所以说那个蜜蜂呢 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园丁 当然了 你就希望你家里 这些园丁呢 更多一些 然后帮助你 充分的受粉 这样的话 你就会有更多的水果和蔬菜 那么你想 这个园丁呢 非常辛苦 但是他们呢 又非常的这个 又非常的 不计报酬 他们住在哪里呢 他们就住在我们的这些 野草 重生的一些地方 那么 像我们家的后院 我们在这个avocado树底下 这个地方一定要 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 树枝 还有一些草 我们都不清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实际上 我们就留着这一块 特殊的这一段 一块地垫 让这些 就是这些辛勤的园丁 他们就住在 这样的一些 杂草成松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 来住窝 然后休息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们再起来 爬出来干活 那么这些 野生的这些蜜蜂呢 他们住在这个草地里 如果你把他的这个草 把你后院清理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 这个杂草 没有他们这个 可稀稀的地方 那么他就只好到 别的地方去找地方 所以那么 他们干活呢 也就可能上别人家去干去了 而不在你家里干了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所以说我就说说 你家里一定要留一块 杂草成松的地方 重生的地方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在这儿住窝 在这儿休息 然后第二天一大早 再开始给你干活 当然了 你家的地 没有地方给他们住窝 或者他们没地方给他住 那么你可以有一种办法 就是把他们吸引过来 让他们有memory 让他们记忆 记忆到你家里有东西 然后他就会过来 那么怎么样来进行 让他这个吸引过来呢 就是说 你一定要在你的这些后院里边 种了很多的有花的地方 这些花呢 或者是你的花搬出来 然后让很多的后院 有很多的花 这样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蜜蜂和这个 他们这些蜜蜂呢 他们有这个好的记忆 然后他们就会飞过来 然后帮助你干活 帮助你这个受肥 给你家的这些植物和蔬菜水果受肥 所以说呢 一定要 你像我们家 就我们在这个阿博卡托旁边 我们围了一圈 我们围了一圈的这个橘子树 你看到吗 橘子和橘颗的树 这一圈都是橘颗树 他们开了很多的花 很香很香的 这样的话 就我们家的后院呢 就吸引了很多的蜜蜂过来 那么吸引了很多的蜜蜂呢 所以我们家的种的东西呢 就特别高材 就是我们那个阿博卡托 它一出去就结了很多 然后我们蔬菜水果 都长得都特别好 就是做果率非常高 有人问说 你家的东西怎么老是结得这么好 好像像一方这个土这么好一样 实际上就是说 你自然而然的有意思的 在家里有一些花朵 这样的话就会吸引香气浓浓的 这样就会吸引很多的蜜蜂过来 这样帮助你交粉 那么据说呢 这个世界上就是说 世界上的这个蜜蜂啊 这个比一百多年前呢 我们已经少了百分之五十 那么就是少了很多很多的蜜蜂 所以蜜蜂呢 很少很少 特别是这个野生的蜜蜂就更少 那么所以说你把你后院呢 这个如果要是花很多的话 就会吸引更多的蜜蜂来过来 他们是很稀罕 现在很稀罕 那么据科学家们 他们研究说 大概按这个数率递减的话 到2114年或者2120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还有100年的情况下 可能世界上地球上就不存在蜜蜂了 如果要是那个时候呢 那么如果没有别的受费的办法的话 我们农业减产 大概很多水果就不存在了 那么很多的农业减产 就会只有减产到 还有两层或者三层之类的 就是靠蜂了 如果要是到那个时候 没有特殊的这种受费的办法 所以说呢 这个蜜蜂呢 我们一定要保护 一定要保护 保护好 让它们繁衍下去 那么还有一个 我刚才谈到了 就是蜜蜂啊 它有这个bad memory 比如说蜜蜂 它正在work的时候 正在来回受费的时候 你非得站在旁边 然后或者是在这个树边 然后让这些蜜蜂都跑了 不敢靠近 这样的话 它也有bad memory 也会想到这个东西 然后如果要是经常这样 它就不来了 你后院就 它就不来了 因为什么它感觉到 它不安全 所以说呢 这样呢 它就不来了 所以说呢 尽量的就是 它们在work的时候 你不要靠得太近 然后让它们work OK 不要搭搅 当然了 可以授粉的这个昆虫呢 很多 但是呢 蜜蜂是做的最好的 干的最好的 那么其他的还有 比如说butterfly 就是蝴蝶呀 还有homming bird homming bird就是花蜜鸟呀 就是飞得很快 我们家后院也有很多花蜜鸟 然后它们飞得很快 说起花蜜鸟 你看这个花蜜鸟 因为我站在后院的 你看这花蜜鸟 没法干活了 你看这花蜜鸟 所以花蜜鸟呢 就是这种飞得很快很快 然后嘴尖尖的 然后一个很小的小鸟 飞起来特别快 然后它实际上 也帮着你来回地受肥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受肥的小鸟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蜜蜂的这个作用 那蜜蜂呢 是我们一个好帮手 它非常辛勤 最辛勤的一个园丁 所以我们应该 伺候它 伺候好好的 就是说给它足够的 这个花朵和香味 然后让它呢 不要打搅它 然后给它一定的 区域 让它在这儿住窝 然后有一个好好的 西匣的一个环境 好了 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链接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